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整体看上去的直观效果还是不错的 车身侧面整个姿态因为是一个小型SUV 所以它整体的一个坐姿的包裹 它的这个控制容器小小的严厉 看上去呢也比较运动 那车尾部呢好像也采用了贯穿式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应该说整体从外观上来讲的话 如果十分是满分 我个人感觉得个七八分应该问题不大 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台试驾的T33的内饰部分啊 首先呢坐进来我个人感觉哎 坐椅绝对值得表扬 首先呢它是这种这个赛车式的座椅 而且呢双色的偏接 包括中间有打孔 这两天我们的天气其实很炎热 但是坐在这呢你OK 我觉得还是通风没问题的 整体呢我觉得这个黑白配色也是很高级 比红白啊红黑啊 还有其他颜色好看很多 那既然坐在这呢 来跟大家说了我也能看到的地方 首先呢它就采用了这种液晶仪表 但只不过呢它把转速和时速呢都采用了这种数字读取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看仪表的时候要反了一下啊 这几千状啊 另外呢就是它中间的这个行车信息 虽然显示的内容很多 但是它也是这种就是 显像度不是很高啊 尤其我们在大太阳的时候呢 看的可能反光有点影响 看的不是很清楚 另外全方式的中控屏 屏幕的尺寸也不小 那整个的一个反馈呢也是很灵敏的 像一些内嵌了 像高德的车机导航啊 包括car life啊 那能够满足现在年轻人的一个用车需求 往下看这里其实也是触控 但只不过这里的触控呢 它没有触控的反馈 于是乎呢 你还是要看一下 我的温度是不是已经调下来了 风度是不是已经调上去了 那在行车的过程当中 这里确实是有点刺硬 也不太容易看到 往下呢这里有一个USB 然后再往下就是中间的这一系列 一个旋律 我希望你也可以操控中间的这个 旋律式的液晶品 那整体来说呢 其实这个车的前排呢 你会感觉很规矩 那每个公司都能复制到 这个小尺寸的天窗 真是辜负了我们这两天所在的新疆美景 虽然这辜负了 但是后排我觉得值得期待 我们看一下 现在前面的驾驶位置呢 就是调到了我 一个1米8的身高的人开车的姿态 那后排呢 其实这个坐姿 我个人感觉我是能接受的 因为毕竟它是一台紧凑型的SUV 而且包括这个后排座椅的 它倾斜的角度呢 其实让你感觉坐在这呢 OK你 比如说尤其是这两天 我们一直都以道路试驾为主 所以我也坐在后排过 那坚持个一两个小时呢 你不会觉得很难受 不像有一些其他的车 那当然对于这台车而言呢 后排的坐姿我觉得是亮点 而且比较舒适 那其他的呢 就没有太多值得介绍的了 像这儿有一个单独可以控制 风的风亮的出风口 但是没有找到USB 所以可能如果 很多人一起坐这台车出来玩的话 充电是个问题 来跟大家说一说 这台一起奔套T33 开起来的感觉 那首先呢 其实作为一台 刚刚我们说了 就是人生第一台车的话 我个人感觉 这台车开起来呢 是合格的 因为动力系统呢 是1.6的自然信息发动机 加上6AT的一个变速箱 然后整个车呢 它的这个 这套动力的总成 给你应付城市的道路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首先坐在这儿呢 你会感觉视野很好 然后整个坐姿呢 你也很舒服 带了开车开起来 就是整体的架势的一个姿态 很舒服 那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它的方向盘 不能前后的去调节 当然这个你可以通过坐立台调节 规避到这一点 那先说这个 发动机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如果大家开惯了 涡轮增压 不对 人生第一台 也不用开惯 那就是 这台自然信息的发动机呢 它其实全部都是直接的一个进气 然后提供动力 然后再输出 所以呢 它可能就是动力的响应呢 它会有一个过程 不会像涡轮车那种 那种的干脆的 你知道 然后 应该说这台车 在低转速或者说低速的时候啊 它的表现 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的 因为 比如说像城市拥挤时候啊 你开起来的话 你完全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转速 超过3000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就是和变速箱的比较 我个人感觉 不是调教的很好 所以它的这个声音的轰鸣声啊 可以听到吗 它轰鸣声就很大了 那当然在高速的时候呢 这也就有微明显了 那加上风噪和开噪呢 这台车我个人感觉 在高速的时候 可能表现就不如 在城市里慢慢的去开 它的那种舒适感会更好 那从底盘上来说呢 它的这个 悬架 它是采用了前半次顺后努力量 那整台车的支撑呢 无论是你在驾驶过程当中 还是在坐的时候 都还是觉得支撑还是不错的 因为 它不是那种过软的调教的地盘 而且包括我们这样 也有各种各样的 山路的驱拐弯 那它整个车站的姿态呢 支撑的也还不错 所以你坐起来呢 舒适感还是ok的 呃 唯一 觉得不好的 就是它的 这个变速箱 和发动机这个部分 我个人感觉可以再 你知道 提升一点的话 那作为人生的第一车小车 价格又很实惠 就更值得推荐 那之前 我有一个 错误的认知 就是 当你要买第一台车的时候 这个预算如果不多 想要的就别太多 但是我现在发现 嗯 现在的车厂越来越懂年轻人了 因为虽然这是一台 紧缩型的FUV 但是它配置呢 像无料式进入啊 包括电动车 后视镜啊 还有这个 低速巡航啊 这些配置应该说 都能从这台T33的身上找到 那当然我们现在呢 是一台实装车 最终呢 它在上市以后 哪些配置会在 什么样的价格上体现 还是值得期待一下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再见